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双辩题 甲方道家思想比愚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应是 粤方辩题就是愚家思想比道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世应是 对赛双方是甲方香港华人书院 粤方孙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 介绍下双方的辩元 甲方主辩蔡明轩 一副陈佩燕 二副许天乐 结辩范玉琪 粤方主辩谭敏熙 一副黄卓 二副胡海恩 最后结辩林子恩 我们今天都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我们去评分的 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陈若南小姐 香港科技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黄石熙先生 最后是天主教纯德英文书院粤语辩论队教练梁希瑶先生 麻烦三位 简单说一下一会儿赛规基本上有六个环节 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还有结辩 发言时间是4334 每一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将会有叮一响提示 大家知道在Zoom里面因为可能这一下声是听不到的 所以我都会尽量以人肉的叮声附助 叮 同一时间我会举起一个黄色的写着一字的纸牌 在镜头前提示 去到发言时间结束会有两响提示 我亦都会以人肉附助 叮叮 同一时间举起红色纸牌写着二字 辩论员有责任自行留意营幕 如果是你自己听不到声音 又没有留意营幕而造成超时的问题 用这些理由去投诉是不受理的 我们是会照扣分的 所以请大家自己留意 其他赛规大家已经打了六轮比赛 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请问有没有特别问题想提出 如果没有的话 我正式宣布今天的比赛 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 首先我们邀请的是甲方主编 你有4分钟时间 请韩Pod 准备好可以开始 可以 擁有穩定社會秩序的大同社會 另一邊相 道家提出人與自然萬物有平等的關係 實際必須要透過信從道 即是萬物運行的規律 去彰顯對天地萬物的尊重 《道德經》第十九章強調 人在保持健康 以及有規律的生活的前提下 應該要反撲歸真 人不應該強求額外私慾 自知足為美德 第八章就說要學習水的品德 做到利益眾生與世無爭 而且謙卑自處 有別於儒家著重的禮節 道家認為當大道被普及之後 人類不需要再標榜禮節 都可以有忠心孝敵的善端 所以重視這版的條文 只會是社會運動的根源 而在現今社會 青少年除了面對來自於社會 和家庭對於他們未來的期望之外 跟著知性的發達 更加在充滿不同聲音的互聯網中成長 而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就提到 青少年在這個階段 就需要開始尋求自己的身份認同 並從中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觀 所以衡量變題 就要視乎 何者更能夠照顧上述青少年的所需 以及提供未來在社會需要的價值觀 武功變題成立原因有二 一 道家比儒家更能提供清楚的處世方針 一套適合青少年的處世方針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可以被青少年所執行 現在因為重視當下的社會體制 所以其對錯標準也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改變 例如漢武低時期的董仲書 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 就精心改造了儀學 甚至現時香港再沒有過往帝制壞的對錯標準 網絡世界充斥著各種意見和諮詢 當一個青少年用現在思想 不斷尋找自己的社會職責和應該遵守的條文 但都面對著當今社會的千萬種對錯標準 這根本就找不到一個絕對答案而迷往的時候 是怎樣見到立一套穩固的價值觀容易處世呢 相反 道家面對這個當今的香港的特質 就不會以空泛的社會職責作為行事標準 道德經提出的小屍寡辱 絕性棄資和資足 目標不是建構理想社會 而是人和世界的關係 因而不會受到社會體制的改變而過時 道家以不變應萬變 加到青少年有什麼價值 在什麼社會都適用 對比盲目希望追上萬變的儒家 更能幫助青少年建立一套可行的處世態度 第二道家市場更貼近當今香港社會狀況 現今香港青少年面對的問題繁多 學業方面香港的精英教育制度過分追求名次 民憑市一試定生死的考試模式更加不允許失誤 再看經濟方面 樓價高企現今經濟體系下年輕人根本收入追不上 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 提到在香港要不吃不飲21年才可以買到樓 總共在香港社會制度下產生的問題 青少年根本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仍然堅持現今要改變世界的壓力 就只會令青少年的壓力雪上加傷 相反道家提倡我們要改變市民 看待市民的態度 都面對改變不了的自然 不應該做無謂的強求 莊子跟我們講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約命得之之也 進人士聽天命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中國社科院儒家研究室主任盧郭良則表示 幫青少年運用這種態度 可以令人身心放鬆 提供在生活再次充斥需要的力量 所以今天道家思想在現實層面 香港其實需要青少年面對的問題 它比儒家的人提供的適合態度 所以我方便提領成了 多謝各位 4分09秒 不容扣分 接下來輪到月方主任 你都是有4分鐘時間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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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不清楚 好 OK的 還有想申請一個人名 Eric Ericsson 那個 好 人名根據蔡規都是可以用英文的 好 評判 如果沒有特別反對是根據蔡規是可以的 好 那你現在可以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 不好意思 因為好像有評判填了我的封紙 可能要麻煩兩位評判看 是我的 謝謝你 好 好 要是繼續填下去 大家對調還是怎樣 我們先夾一夾 好 因為我已經剪掉了 所以跟回自己姓名那張 好 麻煩三位評判 謝謝 好 大家跟回自己名字 好 接著回來比賽同學那裏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應有關同學 在瑜伽思想裏面 曼子都是反對這種不瞭 助長的強調 學而不思則莫思而不學則凱 所以瑜伽其實都是反對一種 這麼甜蠢的民間行使教育 有關同學不應該把瑜伽等同於 我們去逼他們去考試 事實上瑜伽思想著重陸矮 禮惡射語輸數 眾志全人教育 相反道家則強調 無為無不諱 甚至提及 意有危隨無危可矮 即是不盡全力 隨心而為學 有得不學有得 強調我不做字 那就不會遇到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 再去解決自己 其實是甚麼一種逃避呢 而且憑青少年自己的感覺 他學多少學不學 又是甚麼一件好事呢 好了 回到我方的論點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 仁義禮至身 即是仁愛忠義禮和睿智和誠信 當中的重點是禮教 因為人體社會就是主體 因此要有個人定位 要勤力有為 要為社會作出貢獻 相比道家的核心思想 無謂異智和到發自然 猜猜凡是應該順其自然 聽天由你 不需要注重繁民欲智 不要太過著緊於世事 類似香港近年所說的佛系 或者內地所說的討論 我方認為道家和瑜伽的思想 都有它的存在意義 不過今天我方衡量變態的標準是 到底用哪一種思想 會對現今香港的青少年 帶來較佳的成長 帶來較好的將來 我方相信瑜伽是比較合適的 原因有二 第一 在青少年處事方式方面 處事就是青少年面對學業負擔 和各種資訊士的心態 瑜伽思想教導人 應該主張勤奮學習和有作為 而道家思想主張想學先學 不需要太刻意有作為 我方認為 青少年應該先用瑜伽去建立一個 基本的道德和知識框架 因為瑜伽思想提出 學而不思則網 思而不學則可 因為學習和思考 兩者缺一不可 在面對學業和網上資訊 青少年應該積極思考和學者 有獨立判斷是非的能力 而道家思想提到 無知無辱也 則無不知 不如青少年應該率性隨緣 無謂地想學先學 但是他們沒有恐怖的知識根基 和清晰的價值觀 他們怎麼知道什麼是應該學 要學多少 由青少年自己決定 又會不會令他們逃避呢 第二 青少年的形勢態度上面 所謂形勢 就是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面對人際關係 以及面對自己的成功和失敗 如家思想重視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禮教 要確守親切有得體的界限 維持舒適的社交 而道家則認為道可道非常獨 即是無知非規矩都是沒有絕對的 因此最重大家不要那麼著緊社交 雙如異末不如雙亡於江湖 大家簡簡單單就最好 不過今天面題講的是年輕人 發展心理學家Eric Harrison指出 青少年很重視憑會關係 所以身邊有他人的支持和陪伴 因此要青少年在社交圈子裡抽離 做到道家所講的無知無欲無求 其實是有為青少年的本性 就算被個別青少年做到 他們有沒有變成隱形 或者對世界變得不民 為何他們將來融入社會呢 今天香港社會 青少年的確會面對很多困難 如家所講 天章降大任於先人也必先虎其 甚至盧其筋骨 就是教導人要積極面對季府 放眼將來 這種態度令青少年的前男友 有機會被發掘 可以承認和進步 相反道家正說上期之言 想努力就努力 如果青少年真的不用面對困難 是否真的可以放棄不去努力呢 多謝各位 好 3分59秒沒有超時 接下來是輪到台上發問的時間 就是說 首先由隔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向怨方的主便提出質詢 所以二個發言時間是一分鐘 一分鐘問 一分鐘準備 一分鐘回答 每個一分鐘完結前的15秒 我都會叮一響提示的 好 現在首先有請隔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見員 好 好非常清楚 準備好可以開始 所以主席評判做得好 今天有方同學 誤解了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從來都不是不說話 無辱無求 不是不做事 而是沒有私慾 而有方同學說 道家完全幫助不到青少年去判斷 應該學些什麼好 其實有方所說 瑜伽掌學學海模艾 都沒有跟青少年說過 有些什麼應該學 有些什麼值得學 而是叫他什麼都學 那就問有方同學 究竟是有方瑜伽的眼中 青少年應該學些什麼 有方瑜伽掌教學些什麼 多謝各位 好 一分鐘 粵方準備 え 對 どれ 你們 Wish 詞 好,時間到,請岳方派出片員回答 是的,應該是岳方主便回答 是嗎?是嗎? 好,聽得清楚,你現在可以開始 首先很感謝友方同學的提問 剛才友方同學說我們學海無解 但其實道家也有說,以友解除無解可以 所以其實我不是說要逼他們學了綠藝 其實到瑜伽最重要的是 要教導人以禮致信有一個道德的框架 而相反道家又有什麼道德框架呢? 友方同學剛才說 我們其實不是要全身其自然,輕輕有名 而是說沒有私慾 想看看友方同學,沒有私慾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多謝各位 好,接下來輪到岳方 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向甲方提問 請問大家是否清楚 好,鏡頭是 但你走後了會不會小聲了呢? 好,再試一次 請問你現在聽清楚 好,可以的 那你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今天很反對現時的學習制度 認為現在令到他們很大壓力 按照道家的思想 青少年是否應該順其自然 在一個短短的暑假裏 想做暑期就做 不想做就不要做 我們沒有私慾 去想想其他事情 多謝 好,一分鐘準備 好,一分鐘準備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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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指 arrow 便讓我結帳 引返回答 貫壯 那給我們zyst Rec card 鋒énergie 現在是吧 運軟的 尖心 好,原因是吧 你現在可以開始 主席 評判 有份同學 各位 大家好 首先 有份同學曲解了道家的中心思想 道家其實叫你在健康和有規律的生活 規律的情況下 而不是有份同學所說的躺平 再者就是什麼 有份同學說無違 但問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道家提倡的是 不違反那個東西的自然的本質 就像考試一樣 你考試來到自然就要溫習 而不是要強求 要取消考試 不是去做其他方案 今天是順自然 是說順從命運 去跟隨命運所制定的東西 不去做強求 不去破壞它的自然規律 這個才是真正的道家思想 多謝各位 好 接下來回到雙方一二負的環節 每個人是會有三分鐘的時間發言的 我們現在首先邀請甲方一負 三分鐘時間 去到兩分半鐘 我會有丁一項看線 請再說一次 請再說一次 非常清楚 那現在可以開始 可以 要拆解今天有方的主線 不妨用他自己的標準 就是必何者能夠提供清算一個更佳的將落 今天有方自己帶一個論點說什麼 儒家教導人家學習人意禮節做更好的人 而儒家也提倡勤奮好學 而其中學些什麼 我們不妨看一看 儒家今天說什麼呢 鼓吹報復仇 今天春夏面說 指不報仇 非智亞 今天有方青少年學習報仇的思想 那是否一種合適的思想 是否對青少年有更好的將來 是否教他們犯法動用私營 就是最理想的儒家教的東西 甚至今天儒家當中教的東西 不單止過時 還非常混亂 例如說好孔之講 孝道是解父母在世的時候 要依禮地侍奉他 父母過世之後要依禮節去祭祀他 就是說儒家眼中的孝 從頭到尾都要根據儒方今天很推崇的禮節 而這些禮節這麼過時的時候 究竟今天現今青年分不分得清哪些禮節是過時 哪些禮節應該跟 哪些禮節應該不跟 但是今天有方都知道 這些禮節這麼過時所以不用跟的時候 即是孔子今天對於孝道的定義 根本完全不出錯 今天儒家眼中的孝 根本不適合現代青年 其次今天就有分第二個曲解 就覺得道家是無知無辱 就是無社交 我方不明白的是 今天道家是小思寡慾 不要用你的私慾來做事 和無社交有何關係 而第二個曲解 就是聽天由命 就是可以什麼都不做 今天台上發問說的 暑期作業可以不用交 不用做 建議 道家不是說什麼都不用做 隨心而發 而是說要順從命運的規律 就像老子當初為什麼在亂世這種選擇避世 就發現他一己之力 根本改變不了整個戰國的混亂 根本不可以動搖一些分和互相討伐的念頭 所以他就決定我避世算了 我隱居在百姓之中 懸狂濟世 這樣會好過瑜伽嗎 就像孔子那樣 周圍遊歷四方 周圍 好像有方那樣說 是積極去幫人 而幫到最後是什麼呢 他什麼都沒有 到最後 原來孔子從來 就是一個情匹夫之勇 到最後 毫無見恕的人 想問有方 竟然 在你眼中 想一個青少年做的 是像孔子那樣做完一大堆東西 完全沒有用 道家那樣明節保身 去到最後 像莊子所說 要順應天命 看著時勢來做事 當時勢找他先去做一些他想做事 當時勢不找他 他不強行去做 這種順應天命 為什麼不是一個更加的生活方式 為什麼教青少年與時俱化 和時勢一齊並進 看著時勢的功勢 找一種最合適的生活方式 為什麼這一種不可以 給清理一個更加的未來呢 多謝各位 好 發言時間是3分07秒 即是無需扣分 不好意思 剛才我還沒調教時間 不過都即時用手錶 去接著去計時 所以應該3分07秒都沒有錯 好 接下來就調教三分鐘時間 袁芳一副 好 請聽聽清楚 好 可以的 現在可以開始 剛剛我就問有方同學 現在做不做暑期作業 有方同學其實他假裝答了 但其實他沒有答過我方的問題 他們不停聽說命運驅使人知道自己要不要做事 究竟命運是覺得我們應該做還是不應該做 有方同學沒有回答 其實他也知道自己一面對壓力就放棄 是鼓勵他們逃避問題 並不是幫助他們處世認識 要衡量今天的辯題 首先要理解清楚瑜伽和道家思想的分別 儒家思想重視仁義禮之信 而想對道家債要求順其之見 聽完有方今天的開辯 很高興我們雙方達成了共識 但希望青少年有更好的處世認識人生態度 但有方今天有兩大貿誤 第一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儒家思想令到他們在民憑市中非常之大壓力 但有方同學要搞清楚 根本民憑市就不是根據儒家思想設計出來 雖然現時的香港社會有偏向儒家思想 但香港社會多元的面向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儒家思想 有方同學首先要搞清楚 不是儒家思想令到現時青少年有學業的壓力 我們要討論的應該是哪一種思想 可以幫助他們在現時的制度 有更好的應對態度 現在重視全人教育 支持發展綠藝 但都要因材私教育 不需要做到養養佳精 而道家就認為其出微軟 知其微小 不去鼓勵青少年主動學習 認為應該順其自然 但青少年是否真的可以學到他們所需要的知識 我們中學生除了要讀中英素 還有音樂體育藝術等等 是否青少年一句不喜歡 不想讀 就可以拋聽制度讀 或者在他們未認清楚一件事物的時候 會不會他們自己有一些未開發的潛能 現在原意不是要逼他們做一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而是要他們為將來的處事形勢所需要的知識去做好準備 第二,有方跟我們是以篇概全 跟我們說道家要清心果肉 但又不是什麼都不做 但他們就跟我們說不可以有物肉 首先我們想問 有方是否連維持一些正常社交的場合 例如是看電影、吃自助餐等等都不行 應該沒有青就粗茶淡茶 就不要追求一些物肉的意義 如果不是的話 連一些追求物肉都有界線 都不是完全沒有肉報酬 那這條界線又是怎樣定 由誰去定立呢 其實是否有方其實是加一些規條給青少年呢 如果是一定要沒有物肉的話 是否連正常社交都維持不到 又怎樣令青少年可以健康成長呢 其實說到最後 今集的別題一大的重點就是青少年 青少年是非常重視蓬佩關係 蕭群是提供的認同感 道家所謂的無知無辱無頭出生避世等等 要青少年在社交圈子抽離 對於他們的新生靈發展都不健康 而且道家的理念太過空泛 入世未深的青少年又怎樣知道 什麼時候應該出生避世 就算知道現實又能否找到他們 他們獲取核燈子抽離 所以我歡迎為 要建構正確的價值觀 才是令到他們有更好的處理方法 多謝 3分10秒 無需扣分 接著又輪到隔方第二副別 3分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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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10秒 3分11秒 1分10秒 3分11秒 各位大家好 其實一句這樣說了 今天杜家和瑜伽思想 最大的分歧就是瑜伽重視的是人和社會的關係 而杜家重視的是人和世界之間的關係 而這種分歧會衍生兩大的不同 第一個不同就是時代更迭對思想的影響會有不同 正如所說 瑜伽重視人和社會的關係 它的目標是建構大同社會 即是人人都要進職、人人都要彰顯四端 正如所說的那種全人教育、錄藝等等 但對於這些東西 瑜伽從來都沒有一套清晰的定義 所以就像瑜伽所說的中心思想不變 它的內容就像瑜伽所說 仍然會跟著時代政權的變遷 所以在現在這個這麼智商極大的世界 這麼多不同的理解 要找到合適方向 這個問題瑜伽一貫問過瑜伽 但瑜伽答不了 因為瑜伽知道了 在這麼多的資訊裡面 瑜伽其實很難去知道 何謂合適的瑜伽思想 何謂真正的瑜伽思想 這件事他們是做不到 現在何謂的是 如果像瑜伽所說 何謂以前的條文 何開無懷等等 如果只看那些其實都不會找到真正瑜伽思想 因為我們看到那些 從來知道一些事例 例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我們知道了 要知道父母年齡可以彰顯孝道 但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要做些什麼可以彰顯孝道 其他行為可以怎樣彰顯孝道 這件事青少年從來都不可以從瑜伽的事例得知 更何況好像我方一部同學說過 要篩守不適用於現世的條例 我方一部問過 要怎樣篩守 有方同學也是答不了 因為有方知道太多了 他是篩守不了 而相反的是我方從來推崇的道家思想是怎樣 尚著重的人和世界的關係 這種人和世界的關係是恆股不變的 所以從來青少年要跟隨 只不過是一種不變的原則 而我正跟你說了原則是怎樣的情況之下 突然比有方學所說的道理 瑜伽思想的道理更加容易青少年更容易去學習 更加容易去培養自己的價值觀 而第二個不同就是行事的不同 我們看到其實瑜伽有說到 瑜伽有個三鬧 立功立得立而 推崇立得立功德 為社會做事 為社會負責而行善 而今天外方看到道家思想 從來都不像有方所說的那樣 躺平什麼都不做 無肉不是無私肉 不是無物肉 無肉不是無物肉 從來講的是無私肉 小私寡肉 意思是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事 而今次有方所說的那種躺平的人生 從來都不是道家所推崇那種健康和規律的人生 而在寫的時候 今天道家很重視的是上線的水 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要幫助萬物利萬物不爭 不爭是不爭取個人名利 對比方好像今天有方如今思想那種 為社會包紮而做的行事 那方的行事 定然更加高尚也更加值得青少年學習 所以其實可以總結的是 盡管方針的不同 但是今天在兩種思想 都有教青少年如何在順景之中處事應勢 而好像我看主編這樣說 人生不得順景 特別在現今香港 不是事事青少年都可以控制 例如我看主編所說 高企的留價或是殘酷的考試制度 面對於逆境 裝置一句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得之之也 令青少年面對 知道在逆境 最需要進入人事先定 做也做做不也做 從來都不是要過份強求 但是如今從來沒有給他們的方式的話 那方面是你已經成立了一個位置 3分10秒無需扣分 接下來輪到岳方第二副面 我們收集時間 鏡頭要移高些吧 就是了 跟著再嘗嘗說一句說話 小聲一點 是細聲一點的 行前一步 再說 小聲一點 我聽到的 在座了 應該都聽到 那就好,请你可以开始 看看青少年有什么需要的三样东西 第一,青少年是需要知识的 我方已经强调过 渔家是不可以跟这些精英教育制度和民行事所有的东西等候 因为渔家本身就注重全人发展这件事 鼓励别人去尝试除了学业之外的领域 例如以前的陆大,现在就是音乐体育等 但没有要求他们样样街征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而相反,渡家就是随胜不学,样样不精 渡家对于学质的态度就是消极的 和这个现在的精英教育制度完全是两个极端 他提倡的绝合无忧制画,选择学习就没忧虑 那难道有方还认为出于求学阶段的青少年 面对未如理想的教育制度就索色不读书 不追求知识吗 第二,有方同学不知道我们青少年是需要社交的 就用朋友的关系来说 我们根本就不适合去逃避社交 因为社会心理学家Eric Eriksson 提出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 青少年是需要蓬佩认同去塑造这个身份认同和建立自我价值 换言之,在蓬佩影响层面上 渡家想提倡所谓的商业也没不如相关于江湖 是而重视蓬佩关系思想 根本不适合需要蓬佩认同的年轻人 所以在人制关系上 对比杜家提出所谓的顺其自然不重视态 蓬佩认同的态度 如今提出的积极态度 更加可以帮到青少年缺续他们 蓬佩认同等等的心理需求 第三,有方同学不知道我们青少年都是需要道德 有方同学没有跟我们说道德 青少年现在是处于一个有价值观的阶段 道家主张什么道可道、非常道 即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给多年轻人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德表掌色的他们顺其自然 但青少年本身就是心智不成熟 需要被指导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随心所欲 会导致他们什么效果呢? 就是建立不到一个判断是非对错的机制 甚至是发展不到一个完全的道德标准 除以做一些不合社会伦常属人不利己的事 而反观如今的核心思想就是人而礼自信 鼓励别人去发展人爱中而礼和睿智和诚信 这些东西去融入社会和社会方面 而众上所述 如今所提倡的积极入世 是更加有了青少年会祝他们的心理需求 以及建构价值观的 多谢大家 2分43秒,没有超线 好,接着进入到台下的发问 双方各有两次机会向各方提出真识 问,准备和回答的时间都是一分钟 每次一分钟完结前的15秒 我亦都会有丁一项提示 好,没有特别问题的话 我现在首先请甲方的台下同学 请你开启镜头和开启收音装置 好,是距离去 那双方都就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 Bartedt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有一个明显对没江的郊有观众 不解,莊子是說君子之交淡如水,但這個淡不是說他們有情很淡,也不是有口中那種說完全不寫教隔絕於人世之外 而這種淡是說君子的交友方式就像水一樣平淡,不參與其他利益,也沒有那麼多繁文玉之 回到當代脈絡,原來當我們現時去交友,原來我們人世關係有很多不同種類,有遠,有親密朋友,甚至會有網友這件事的時候 法友方今天口中所說的儒家那套交友關係,原來是用一套很崇的道德標準,說要無有不如己者的時候 這一套道德標準還是否適合加入不同種類的人世關係呢?多謝各位 好,一分鐘,粵方準備 我們會不會快樂 我們會不會從此對比 好,一分鐘 將 我們會不會 好,一分鐘 然後 感谢观看 好,够钟,请与方派出一位辩元回应 不好意思 请问听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有官吁今天和我们说 装置或军碟之交淡如水 但老师认为鸡犬之声声闻 文字老死不相往来 就算住得很近都不会互相往来 子人其实不应该追随社交 但社会生理发展阶段理论就指出 青少年政殖这个陈合身份认同的重要阶段 是塑造他们自己个人的独特性 和建立个人的价值观 也非常重视贫困认同 会透过不同的群体模仿 学习和塑造合适自我的身份认同 和建立自我价值 而如家思想指出 见言知齐焉,见不言而耳耐自省也 见到有才能的人就应该向他学习 希望和他看齐 见到没有才能的人就应该自己反省 怕自己有同样的毛病 就是因为他们要面对更多人 所以才要有一个积极学习的态度 而不是见到别人做什么就要学什么 反而才会令他们不入歧途 所以如家思想才是更合适年轻人的生活模式 多谢 好 接着来是轮到月光台下发文 请开启镜头 也开启镜头 也开启镜头 师妹 师妹 听不听 有回音 有回音 好 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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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师妹 听不听到 好 应该非常清楚 好 准备好 可以开始 有方和我说青少年压力大而 道家可以给到青少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帮助青少年放松 道家主张道可道非常道 即是道家思想没有一个明快的指引给到青少年 只是叫他们信从敬远 信从命运 但青少年本身就处于一个心智未成熟 需要指导的状态 那在此状况下 被青少年装心所欲 只是叫他们跟随命运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又怎么确保不会有坏的效果 謝謝各位 好,一分鐘準備 好,一分鐘 好,時間到,請甲方派出電源回應 好,應該都聽到吧 好,那我們可以開始 謝謝 各位,有一次的大家好 今天有方問我們 今天道家沒有被指引青少年 如何保障他們不會誤入歧途 或有些差的後果 然而道家是否沒有被指引青少年呢 其實不是 因為今天道家裏面說的是什麼呢 是叫青少年一個健康有規律的生活 而且今天莊子說什麼呢 要順命 順命說的是你不要盲目追求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說你考不到第一名 叫你不要盲目追求第一名 那這一種就是領先廷有一個可以放鬆的途徑 反而瑜伽說什麼呢 甄子說 事不可以不弘毅 任眾而道遠 人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以不亦遠乎 就是說現在說什麼呢 你要為了你的目標 奮鬥到死為止 今天這一種這麼極端的心態 逼青少年去做事的時候 為什麼這種心態 不是反而對青少年更加有害呢 多謝各位 好,接下來是甲方第二次的發文機會 請問一下清不清楚 好,清楚的 那你現在可以開始 再次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說道家很空閥 所以青少年就很難去參透 而今天我方主席說了 道家是探究人和世界的關係 因此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或者變得不適用 相反而今天有方的瑜伽是 的確有很多行為 或者外在上的規範 然而這些規條 是不是真的過了三幾年之後 還適用呢 原來這些規條除了時間 退完之後 已經變得不合時 當根本不會再用 正如統治當年都說 父母死了要守喪三年 我們現在是否真的會跟足 那三年完全不開心 不喝酒不笑呢 不會 本來當代青年如果是用 有方口中的瑜伽 是需要自己成為一個道德判官 自行判斷 究竟什麼還是合時 什麼已經過時 不用跟 所以如果有方說到青少年 這麼需要明確指引 不會參透到一些道家概念的時候 又為什麼突然會有能力 去減少儒家內容 究竟哪些是合適 哪些是不合適 多謝各位 好 好 接著一分鐘 月光準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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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間到,請月芳派出同學回應 請月芳派出同學 好,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剛剛跟我們說要怎樣解決 我們會用什麼儀家的條例 要跟什麼 正正就是現在叫我們不要學而不思 就是叫我們看到這些條例的時候 自己想想自己的處境、自己的條件 合不合用這些 而道家相反是什麼 就是連想也不想 就是怎樣?聽天由命 我想用這些條例我就不用 我不想用就不用 再者有方同學說現在的儀家經典是不合適的 所以就不能用 但其實不是 就好像儀家裡面光光神神故故指指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皇帝 但現在有政府 裡面的光光本身是至光環逐君王 應該有的責任 現在為止政府應該做應該有的責任 市民應該做自己應該有的責任 所以本身就叫我們各司其積做好本分 所以根本就是不是不適用的 而是以事俱進因是制宜的 謝謝大家 好,接著 粵方最後一次向隔方提問機會 師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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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要開那個鏡頭,麻煩 師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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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好,非常清楚 那你現在可以開始 咦? 主席評判做了,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認為儒家提倡的人以禮之信 是禮教上的束縛 限制了青少年的自我實踐和挑戰 而且有方同學其實根本就是曲解了禮 禮並不是青少年可以決定的 而是這個社會去決定的 那我照以上這個邏輯 有方同學就是是不是認為 現今香港中學的倫理科 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無助 青少年處世 那有方同學覺得 香港青少年需要這些教育呢? 多謝各位 好 開始,一分鐘準備 請聽聽聽聽聽,請 請聽聽聽聽,請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方所说不是人意理智固着年轻人 而我方从来所说的人意理智信 何为人何为你何为子这些从来没有清晰定义 其实我方台下承认了这些概念会跟着时代变迁 我想问我方由主表开始问到现在 我方都没有回答过我们面对现时 资讯量爆炸的世界这么多的理解的话 我方和清智人要怎么选择? 正正是因为有方都不知道 面对着那么多的资讯有方看到清智人都是选择不了 他没有办法排斥 没有办法选择哪个是适合他们的情况之下 谁只是真正的瑜伽思想的情况之下 去到现时香港 根本清智人是没有办法从瑜伽思想中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多谢各位 好 接着来轮到整场辩论最后两位辩议发言 我们现在会给一分钟时间准备一下 接着我们会先请月方结辩总结 好 感谢观看 好 够钟 接着请月方结辩 你有四分钟时间 去到三分半钟我会有丁这样的提示 试咪试咪,请问听听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主持评判,各位大家好,来到比赛尾声 其实总结全场今天有两大问题 第一,我一个清晰的定义,有方诚情仔说 道家不是做非议目的,我们没有私欲 那究竟如何去定义每个人的私欲是多少呢? 今天有方诚说,健康,规律是我们的指引 请问你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我整个都回答不了 请问清晰年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去判断 我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我要做多少呢? 还是有方提认每个清晰年都先培养判断能力 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能做到呢? 究竟你要学多少? 真的要学了先,跟我方的主张有什么分别呢? 有方自己举出来定义根本就没有界定清楚 相反,瑜伽就说,立君子立横子 有方说是什么互联网时代 那如今就教读我们学而不思,证望 教我们要独立思考,又判断是非的能力 这样才是明确的指引 第二,有分不论便是很重要的字眼 现今香港 其实今天有方和我说的东西未免太过理想化 如果可以在古代 有方可以说有什么事我就忍小 在龙村坚田去解决问题 但现今香港,清晰年哪有这么容易说走就走 只是和大自然建立关系 而去解决社会产生的问题 要跟从道家的思想 我自己逍遥自着就可以了 我不想做,所以我就不去融入这个社会? 在现今的香港 有方和我不能抱着这些我自己开心就可以的天真想法 这样只会毁了清晰年的未来 请问清晰年如何在不融入这个社会的情况下 形势处事 清晰方结订最后论证 然后我们将重新回到香港的清晰年 这里提到变提另一个重要的字眼 适合 什么叫适合? 是否知道我自己开心不理后果也会适合? 今天有方就好像很伟大 清晰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前途? 他们如果没有学习的技能又如何去生存? 有方是将文贫史 今天香港教育制度的问题全部推到瑜伽道 我说这些都是瑜伽造成 有方要搞清楚 就算用你的道家思想 文贫史的制度 而连续存在这个社会中 所以请你们想清楚 究竟是社会带来的还是瑜伽带来的 但起码今天瑜伽思想是鼓励清晰年全人教育 给他们一种选择 给一个学习的方向 反过道家今天有什么标准可以给我清晰年? 你说和世界相处 我没有私用 究竟是要怎么帮他们 他们要怎么做到? 有方是答不了的 有方承认人的本性确实是追求自然的 但人类社会不是 而清晰年正正是将要步入社会 需要倫贝认同 建立社交关系 有方不可以说 用所谓自然的法则 就可以处理人类社会的问题 道家本质就是想人类回到愚子的状态 那是不是代表有方同学 只想让清晰年遇到什么问题 都秉持一种 我顾着自己就得 和其他人互不相干的形势态度? 但现在社会就是很有竞争性 很资本主义 有方同学请问清晰年业 这种无谓的思想 在这么高竞争压的生活下生存 可见你们是完全没考虑过 反观瑜伽思想 才是站在群居社会角度去解决问题 更加多去提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交往 无论是你怎么认识朋友 你怎么孝顺父母 这都是现今香港一个必不可小的元素 更加在清晰年成长中一定要学的东西 一次证明瑜伽比道家更适合清晰年训世处师 有方还忽略了清晰年的特征 他们就是甚至未必那么成熟 需要不断去成长学习 也需要指引 如果没有一个美德的基本概念 自由的发展也可能会沦为放纵 不然为什么这个社会要学校的存在 去教清晰年一些基本的知识和价值观 一至今日瑜伽就是具体的比德标准 而道家就强调自然自化 清晰年欠缺生活阅历的情况下 不一定可以在成长过程中 去自发出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清晰年是先接触了道家思想 就觉得自己思想最好 可以成长成智 才不理整体利益的人 而瑜伽思想正正建立了制度和道德的标准 讲求判断是非的能力 未来清晰年去处事的时候 才有一套正确判断事物的准则 主席评伴在于各位 如果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跌倒 学瑜伽思想的人 知道你有測忍之心 你会去扶起他 但是道家思想的人 就觉得我信其自然 我不要刻意做什么 破坏这个大致的环境 可能心情不好我才去救他 我心情不好我就不去救他 有没有跟我认为这个是什么 正确的处事方式 叮叮 好 4分02秒 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发言的同学 隔练隔练隔练 你都有四分钟时间 三分半钟会有叮的声音 提示 师妹师妹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可以 主席评判 大家好 太初有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一切因道而生 而包括当中就包括人 而人自许为万物之首 在发展的过程中 就经常忘记自己 都是因道而生 而瑜伽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在春秋战国时期 战争频生政局公当 道德伦丧 齐缓公师兄致立 楚文皇 灭亲寇府所在的邓国 君臣父子兄弟之间 再无道德可言 于是为了整治暖世 瑜伽思想就诞生了 提倡要遵从仁义礼智 用车头的礼来重新定立社会规范 从而建立一种大同社会 但是去到现代社会 不会再有人是兄是父 青少年面对的乱世 亦不再是道德伦丧 取而代之的是制度性的 学业压力 不断飙升的楼价 和稳极都只是足够基本衣食人工 但是面对这些问题 瑜伽思想就只是在黑周求见 尝试用古代的方式来治理当中的乱世 造成的后果就是人人都自有一套说法 例如有方今天自己标榜的人义礼智信 但是什么为人义礼智信 有温和说不要紧 青少年自己可以理解 但是青少年如何理解 如何执行 甚至理解是否真的对的时候 有温和去到结辩都没有解释过 所以造成的后果就是 没有人明白时刻何为道德对错 一些迂腐的观念 更加会令青少年承受不可 一些不必要的压力 例如学业压力 背后的根因迷就是制度上的缺陷 但我方不是说这些制度上的缺陷 是来自瑜伽思想 而是说我们当面对这些精英教育 面对文贫史制度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用瑜伽思想 还是道家思想的方式 去应对这些不可改变的事实 瑜伽就是叫你不断要学习 要有违 甚至夸张到叫你死而后已 根本就没有说过在逆境里面 究竟应该怎样生存 甚至叫你不可以放弃 青少年根本无力改变这种现况的时候 有方和你想要青少年怎样有违呢? 甚至当我们不会用现代社会的道德观 来批判古人的时候 我们又怎样可以施加古代社会的道德观 在青少年身上呢? 所以相反 道家思想的重心 不单止停留在社会层面 而是注重人和世界的关系 而不是有方和我所说的 那些洗少点钱 什么都不做 不社交要躺平 更加不是有方以赴所说的 叫没有道德规范 道家自己都是一个道德经 而是他反而自己明白世事无常 一定会有些人无法控制的事 所以他教我们 面对力不能及的事要信应自然 要小欲小仇小恼 不要出于一己私欲去行事 有力所能及的事 就要好像水一般 尼万物而不争 只要做到这些事 就可以做到有方和我今天 儒家想做人意礼节各种美德 不用一些会随着时间改变的 一些繁琐的礼节 而这些正正就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一套以不变认万变的思想 所以说到底 时间再走人再变 我们也需要顺应自然 接受儒家思想早已过时的事实 正如庄子所言 已有捱除无捱 这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 而是正正警告着当今青少年 即使我们追逐的东西有多伟大 也好 但我们也不可以忘记自己身而为人的限制 否则今天儒家所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条文 就只会成为香港青少年 在无自经探索之中 补装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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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 好 即是三分三十六秒没有超时的 好 接着下来有一两分钟 我估计我们处理分子的时间 请对赛深方都不要离开 并且说话的镜头可以按下一点 都可以 我们拍下你们几位便宜 我现在会 至少请几位评判填分纸 大家留意还有整体合作分是要独立去评比的 接着还有最佳辩论员的分纸 请三位评判各自选出今天三位 是全场八位里面的三位 不是每方三位 是全场八位里面选择你心目中的三位 印象深刻一点的 太过次序 最好的那位请给他30分 二好的那位20分 最后那位10分 填整体合作和最佳辩论员 这样就可以了 我稍后就会下载分纸 我会用电邮去发送到 你们之前交给大会的电邮 麻烦大家可以在电邮复我OK 或者稍后在这个zoom里面的check box 我OK都可以的 这样 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我就会顺着评判次序 邀请 顺着评判名单的次序 邀请大家给一些意见 三方的同学 我现在就先看看分纸 那我看 好 应该第一张OK了 好 第二张都应该填妥了 三张基本上我认为所有分数应该都填好了 我现在会下载分纸 电邮给大家 把握时间 我们现在根据发言次序 首先我是有请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陈若南小姐给一些意见 双方同学 麻烦 谢谢 首先辛苦了双方同学 因为我都有准备一些条件 变题 我都知道是很难 而且都要找很多资料 还要理解一些文言文 所以是辛苦的 但是今天 双方同学 其实我觉得准备都是很充足的 就是大家对于 瑜伽道家的理解 甚至可能他一些 经典的名句 他们的思想 其实我觉得掌握得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欣赏 如果说回一场辩论的话 我觉得首先 先讲甲方的同学 我觉得甲方的同学 道家的思想 我想大致上都是差不多 都是在说可能你 不要那么接受一些社会的价值 而按照自己的方向去行事 就好像你们所说的那些 不要强求 要顺应自己的心意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是 比较中心的思想 但是我觉得有个位置 会令我觉得有些奇怪的 就是你们本身 论点一 我理解应该是想说 他的处事方针 是在不同世代都比较适用的 但是瑜伽思想 他以前分的对错 或者以前教的观点 在现代的社会 是未必适用的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就应该是这样 但是去到后面 甲方的同学 就会慢慢反而落到一个质疑 就会是 其实你瑜伽的思想 很难理解 或者是瑜伽思想 都不是很清晰 什么叫仁义理智信 先 我就觉得有些奇怪的是 如果瑜伽的思想 在你眼中又不是那么清晰 或者不是你所说 那么不合乎时宜 都是由自己去解释 那怎么会又有你口中 可能本身论点想提出的就是 不合现时的标准呢 那会不会觉得 可能是质疑的方向 有点错 因为我觉得如果 你庞文上说的就是 我的理解 如果你把这个 论点发挥到极致 应该是瑜伽的标准 就是太过清晰了 他就是这样跟你说 譬如你自己一副 或者二副都有说的 例如是守桑 我要守三面的 如果我不知道父母的年龄的话 那我就是不孝的 我觉得这些相对来说 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现在这些这么清晰的条文 同时我在现实 例如可能我不知道父母年龄 等于不孝 又是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标准呢 甚至你们有说是不受桑 是不是又是一个很适合的标准呢 所以我去到中间的时候 我会有点点 觉得奇怪的是 为什么你们质疑的方向 会变成了 其实瑜伽都不是 都很难理解 或者很不清晰呢 因为我的理解是 你们本身想说的是 他是太多的 不对的 太多不适合的 准则投放在现在 这个是第一样东西 然后同样其实 月方都有类似的情况 今天月方 其实你也是想说 瑜伽定立了一些 比较明确的 人意义利自信 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很清晰地跟着这些 去给年轻人了解 到底我需要做些什么 但到后来的立场又有点奇怪的是 其实我们都要给青少年自己判断一下 哪些条文 哪些条文 哪些道理是对的 我都会觉得有点矛盾 到底你是觉得 青少年应该是要跟从 他所说的条文 还是他又会自己判断呢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 我是革方听到的时候 我都会 捉他的立场就是 其实去到最后 都是自己判断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 我方所说就是 顺应自己的心意 顺应自己的天意 而我觉得 譬如我当瑜伽这条条文做得不对 那我就不跟 如果我道家这条条文做得对 那我就跟 为什么不是这种情况呢 所以我觉得是 两方面去到后面的立场 都有一点转移 我觉得可能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第二样东西 我觉得 其实这一场的辩题是说 年轻人的可能处世观 所以我觉得是要再扣回多一点点 现在年轻人面对着什么问题 我觉得在这方面 其实越方是和我容易很多 因为他只要跟你说 就是我要积极 我要读书 追求学问 那大家听到这件事 是感觉上一定不会很错的 但是相反 道家要说服我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这个是我准备的时候 都是感受到一些困难 但我反而觉得可惜的是 其实今天 甲方的同学应该可以进取一点点 就是今天越方是这样跟你说 就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竞争的 你是不是叫别人不读书 你是不是叫别人躺平 反而我在甲方 我会想问的就是 为什么有方堂 你一定要人不停读书呢 为什么你叫人不停追求学问呢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 在社会所谓要不停追求学问 要积极观念情况之下 就有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可能他们读书的时候 他选择科 他选择理科 他不选择文科 因为可能文科没有出路 在普通人眼中 或者可能我要做高薪厚职的 如果我做一个可能是厨师 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有前途 我是不是年轻人要继续屈服在这些 所谓的正确价值观正道身上 就是要追求学问 我要比其他人要不停竞争才是好事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 甲方比较可惜的位置就是 当月方不宁跟你说 我做人是要积极的 我要追求学问 其实你们可以进取一点点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太过跟从这个的价值观 就是好像怪兽家长那样 你今天睡觉 你不去读书 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 令到他们会不会更加大压力呢 其实都是某程度上是想 贴近你们第二个论点所说的事情 就是强求 要身心轻松 但是我觉得相反 我觉得今天甲方这方面是比较欠缺一点点 就是如何去扣实现实的情况 而我觉得这方面在月方是做得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其实都是容易一点做的 例如你们很直接就会说 如果暑假来说我不做功课 那是不是就不做 顺敬心意 其实这件事情 甲方的同学都是有尝试回应 但是我是不是很听得明白的 甲方的回应就纯粹是 不是我们要跟从命运的规律 那暑假功课的话 总之我忘记了 总之我记得重点是命运的规律 我不是很明白 如果我要做暑假功课 跟从命运的规律 结论是我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自己有尝试帮你们捕捉 就类似是当我有暑假功课的时候 我就会做暑假功课 例如我要温书的时候我就要做温书 但是我不会要求温书之后 我一定要做得一的 我也不是不断追求学问 令到我一定要劲过旁边的 无有不如己者 才是一样我想做的事的 反而我觉得 假功课的同学可能是太 很容易就落到一些比较 空泛的词语 因为我明白道家本身是很空泛 但是我觉得你自己都要思考一下 比如原来 暑假功课在你眼中 那些人是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其实你应该都要交道给评判 如果用道家思想 最后那个年轻人是会怎么做 不然就很容易被对面的躺平 或者对面的什么都不做 没有物浴 这样就去整件事就会令到 评判就会觉得我道家原来是真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点的建议 就是对于甲方的同学 就是其实我想有粤方的同学 他们真的会把所有东西讲得很极端 例如物浴就是零物浴 例如求学就是零求学 但是其实我的理解 道家不是想这样做 只不过是叫你不要太重视物浴 就是比如你想吃自助 对于道家来说 可能吃自助餐和吃粗茶蛋饭 是没有什么的分别 因为他没有什么追求 但不是说我永远不可以吃自助餐 我当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别人一旦跟你说 就是是不是什么物浴都不要 是不是任何的 比如道德仁义例子全部都不要的时候 首先第一件事你应该出来反对 而我觉得反对的话 你应该给一个很清晰的立场 就是你在你眼中 比如道家的人义例子是什么 或者可能是他们所说的物浴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如果甲方的同学 是会再贴近多一点点现况的话 是会比较好 然后去到月方的同学 我认为月方的同学 今天是有 执行上是挺好 因为他们譬如社交上面 又很简单就是同学分析 有和没有 我到底要社交还是不要社交 或者学习上 我要学习还是不要学习 当然我明白 这是你们站方可能需要做的事 但是可能你们都要思考一下 如果对面真的跟你说 原来道家所说的学习 不是真的零学习的话 那你如何去更加直接的去应对呢 那去到最后 我想跟大家的台下发问的环节 我觉得是挺正确的 因为我觉得两边都有问到 主线上很重要的问题 而大家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都也是答到的 所以我觉得台下发问 如果你们将台下发问的重点 放前一点去讨论的话 那可能整场比赛更加精彩了 那大致上的评论就是这么多 谢谢 好 多谢了陈小姐 那接着呢 请第二位评估 根据那个评估名单 我们请科技大学粤语辩论 前队员黄石熙先生 麻烦先生 早上大家好 那我已经第二场 我连续了两场 那首先再一次多谢赛会都邀请我 那我和赛sir都已经在这里 看了两场同一条面题的比赛了 那这个很有趣的 有些我觉得挺有趣的 这个经验 因为两场比赛的着物别 和大家讨论的位置 和大家讲话 他看瑜伽思想和道家思想 那个角度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 那我想 不过我和赛sir都认同 我相信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今场是精彩的上场 因为我觉得今场大家的基本功做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界题上是清晰的 我觉得80分 就是大家是有针对着 针对着每一个细节 其实变题里面的一些需要界定的定义 我想都是很清楚 就是我觉得 例如大家对于青少年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青少年在变题里面的定义 他和其他年龄层的人有什么不同 而另一样就是那个 而处势方面我们青少年面对的是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他们落地的时候 他们需要些什么去应接他未来面对的挑战 我想这方面呢 是今场比赛是比较多的 但是少了少少的 我觉得反而是针对香港这个 context 是今场比赛会少一点的 甲方有做到的 甲方是很 在第二个论点 就说了我们有一个精英制的学业 楼价高企 简单来说香港是一个很大压力的地方 但是自从甲方主变讲完之后 其实就已经后面比较少听到 怎样 而粤方也是比较少 是去诠释香港的独特性 就是现在香港青少年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香港现在社会 present了给青少年一个什么的成长环境 或者present了一个什么的生活环境 给这帮青少年 那么他们到底要equip自己的什么 他们要具备什么技能 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又或者在这个社会上 成功也好 或者是达到他们有的目的 我觉得这些位 其实反而才是今天 大家真的需要去讨论的位置 但是就变了少一点 生活一点 或者真的具体一点 针对香港的例子 即使是甲方 讲了一两个香港的特点之后 他最后的结论 都不是真的说很关心思想 怎样可以帮他 equip什么 具备什么技能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少一点的 而比较多的其实是 他 隔方也是着脈多少少 是儒家思想 怎样是不适合这个 这么大压力的地方 但是怎样说到 道家思想很适合 又或者比起 儒家思想更加适合呢 我想也都是 我都没听到 即香港这个 这么大压力的地方 反而我觉得 变题上面 就是想大家去讨论这一点 是比较少 少听到 照抄回甲方 主辩 第二个论点说的说法 是 道家思想 使大家可以面对这么高压的环境 可以身心放松 再冲刺 到底是什么呢 你明白吗 我听完之后 我都是听不明白 那青少年做到什么呢 如果是按照 传统一贯的道家思想 是不是真的避世呢 其实呢 我觉得 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值得一赞 就是政方结辩那份稿 写得很好 我觉得写得很好 不是说针对这场辩论比赛 是很大点的 而是我觉得 他全息 全息道家思想 那些写的方法 那个写法 是很重的 即是我觉得 我听 革方结辩的那份稿 我会听得明白 什么 可谓道家思想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 对他推进辩题呢 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意义 但我纯粹是觉得 他写的写法很好 那我相信 和你们的教练 对于哲学方面 或者对于思想方面的 那个研究 是有些经验 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觉得 写得很好 但是正正就是 写得很好呢 你们说的说法 这边就说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矛盾的位置 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香港的制度 已经是这么不可逆的 是一些不可行动的 制度性的问题 按照你的说法 道家思想教大家的 就是面对一些 不可以改的问题 就不要强求 就是意思 如果香港青少年 面对着香港 这么不可逆的制度 制度性问题 一定是这么高压力的了 那我们按照道家思想 就是避世 避世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 不要加入这个社会了 走也好 移民也好 或者直接不要参与这个 香港的社会制度 就是 最后应该就是 这个结论 那这样又是否 你们真的想觉得 青少年处势 香港青少年处势 可以做好呢 但是当然这一步是 去到 隔方结变很出 而越方整场比赛 也都没有大打 我觉得都没有针对 所以 虽然我觉得有矛盾 但是没有失很多分 老实说 在我的分市场 那不是很大的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 这些位置就反而是 是不是就是 真的 我觉得 隔方攻击力很高 是这样的 如今思想不行不行 但是 怎样说到道家思想好得呢 我觉得 那个推进是略为肤浅 就是略为表面 真的只是说了几句 怎样身心放松也好 又或者是真是 令到有一个 轻松一点的状态 就是不要那么绷紧 那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 你明不明白 对于我香港青少年 如果我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人讲话 跟我说 我用道家思想 面对你未来的挑战 跟我说 让我身心放松 我真的觉得你讲废话 我几秒钟睡着了 我在个礼堂上 可能已经 你明不明白 我是听不到 你怎样去帮助 青少年思想 去解决问题 当然 越方同样地 我都是 我完全没有了香港 未来的 context 所以我没有刚刚 甲方 对甲方那么多评论 但其实纯粹是 因为越方 没有了 context 我觉得 漏了香港的 context 所以我没有给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 第一个是真的 今天电题方面 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但是真的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觉得 反而是最核心的位置 真是落地去告诉我 思想如何转化 一些实质 对于青少年的未来 对于他们未来 如何帮忙 我觉得真的可以多一点 具体的例子 告诉我 为什么 第二件事 我想说 其实我今天 我是那些烂评判 我也是说 上一场比赛 我是那些不看 不做资料搜索的东西 不像上一位评判很劲力 很尽责 我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评判 我是很期望 变缓门在比赛上 已经能够灌输到我所需的资料 因为我觉得 这是你的主编稿 又或者你去诠释这个概念 你要做到的东西 我希望做到这件事 但其实我尽管做资料搜索 我去看一条 变题的时候 当初收到变题的时候 我都已经很担心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会拿一些很极端的例子 就是这样说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今天大家在讨论的是思想 不是一个教条 我们不是说宗教的那些十界 大家一定要搜索 我们不是说法力 不是说法律 不是每一句 儒家思想 或者图家思想 你印出来的引经据典 就一定是适用于现在 大家在说的是思想 是背后的逻辑 那个理念 大家今天真的拿了很多 一些极端例子和大家说 你跟着就死 甲方跟大家说 我们一定是要死而后已的 我们是追求目标 儒家思想就是追求目标 要死你也要到的 守桑要守三年的 是不是跟着呢 如果我是信任你这个逻辑 基本上我秒速给你赢 我当然不会守桑三年 也不会叫守桑三年 越方同样地都是 老子说 我们的邻居 倒死不伤往来 所以做家思想 你没有社交 零 什么都没有 这一个的讨论模式 我觉得对于今场辩题 或者大家真的坦卜真理 非常之是不好 这个习惯不好 就是大家今天在讨论 思想背后的逻辑 理念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不断拿一些 本身别人的 context 就是一个古代情节 写出来的一些句子 你就exactly了以现代的模式 去完全跟着 而不管背后的理念 抽空了来看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讨论 余教或者道教 他们本身的教条 对不对我们的事 而是真的 那个思想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真的大家可以去 斟酌斟酌 就是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去 打这条辩题呢 而最后呢 都是我其实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都已经提出了一个迷思来的 就是到底讨论这条辩题 我们要基于青少年是理解何为思想 还是杜家思想 还是杜家思想去讨论这条辩题 还是基于 现在我直接给了一份 叫做余教思想 很多据典 你青少年看 你看完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没办法了 这样去讨论 因为呢 是令到 这场比赛是有分别的 例如 余教坊 就是这样跟大家说 余教思想很模糊 就是呢 我不知道跟谁好 就是哪些叫过时 哪些不叫过时 没有人懂得分 那所以呢 简单来说 青少年不会看得明白余教思想的了 那所以呢 青少年就不适用于余教思想 就是余教思想就不适用了 很有趣的就是呢 这个论调呢 在第一场比赛呢 是正确的 就是 月方就是这么说 道家思想是没有的 没有规条的 无谓的 所以呢 大家呢 其实就更加看不明白 很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第二场比赛 竟然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论点 出现了 在另一个立场上 那 那 我觉得 但是这样 我觉得 这样的讨论调辩题 又是 是不是好呢 就是你本身就已经认识了 太复杂了 或者是不清晰了 他的观念 所以呢 就导致我不应该去做 那大家 極其量可能自己在论证中 年轻人不应该采用 就是不应该去学习这个思想 你不是说 本身的思想的价值 适不适合我们的处世 适不适合青少年的处世 因为如果是这么不明确的话 其实大家今天都没有讨论 大家都青少年 你自己也看不明白 渔家思想 你自己也觉得 你都不知道渔家思想是什么 你又不知道渔家思想是什么 那今天辩论 大家不用辩论了 你是不是大家青少年都看不明白 是不是 那不是的 我们现在讲的思想是什么 那对于青少年 而不是青少年本身 理解 会不会从那些引经据典里 理解到何为渔家思想呢 就是我觉得两个讨论 也是 我自己的偏向更加是 本身的思想的价值 适不适合青少年 而不是青少年有没有能力去诠释 那些具点 引经据典里面从而理解渔家思想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一场比赛 是会有一点不对称的地方 就是 大家其实本身讨论的基础 的前置都已经不一样 所以就比较上 亦都是我想提出 会令到这一场比赛 有一点失色的地方 但是你问我 全体是精彩的 好看的 那 是的 我都认同刚刚的评判所说 台下都是很精彩 是 我想大致上是这样的了 我想 我刚刚说的 其实两方面都是有的 那个问题 但我主要是 刚刚说的 就是 我真的说一些 我觉得大家 需要可以精进的地方 但是 其他方面 大家也很好 要赚的都赚了 所以 主要我主力是多说些 令到大家 看 那些有价值的地方 就可能拿去试 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我明白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 那我们最后就有请梁先生 不过梁先生 我也想问一下 分子看了没有 可以吗 可以 好的 好的 谢谢 那我们最后有请天主教熟德 是 刚刚的评判也说了很多 那可能 我尝试 刚才评判所说 我就是觉得 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就是 可能大家对于度假思想和愚假思想 的对比 就是那些比较 因為大家都會拿著自己思想的中庸之道, 就像很簡單就可以做到一種思想, 然後再拿對方的極端手法去對比。 因此出現了全場比賽, 大家也無法了解大家的道家思想, 或者大家的瑜伽思想是甚麼。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前例上更重要的是, 就是要審視現今香港青少年這個字眼代表甚麼。 先說粵方, 我認為粵方在這方面前場上有做到更多的不民, 因為你有分道, 其實現今香港青少年可能要讀書, 要社交, 有提到一個需要的層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對於粵方的前場, 是更加能夠針對現今香港青少年需要甚麼。 但其實隔方也不是沒有去針對這件事, 我覺得隔方更加針對的是, 就是現今香港的一個處境或者困局, 就是現在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你解決不了。 所以變成面對著這些解決不了的因素, 令到青少年壓力很大, 令到他們很辛苦, 究竟他們怎樣可以透過這兩種思想, 誰能夠幫助他們脫離這種困局, 或可以解決到這個困局呢? 我覺得這就是正方, 因為隔方對於現今香港青少年, 對於現今香港青少年是那種大法。 但是感覺上就沒有突出的說得出, 現今的困局有多麼困, 或者有多麼影響到青少年, 以至於你的道家會變得更加好。 所以我覺得在前場來說, 我覺得在處理著這一方面的動作, 我覺得越方越做得比較好。 但是到了後面開始, 我覺得比較的平台也開始變了, 因為隔方也開始, 因為你若然要去講自己的平台, 即自己對現今香港青少年, 那個標準更加好的話, 變成你覺得他們很好。 所以其實, 我覺得你們有說到隔方, 先講隔方, 在瑜伽底下, 其實你不一定是讀得好。 但其實, 我覺得你們就停在這裏。 就像剛才剛才所說, 你沒有說過為何學生一定要讀書, 或是為何學生一定要有社交。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大家 把自己的樓室放在青少年身上, 就覺得, 因為這些東西好, 所以對於青少年, 對於青少年就一定會好。 但這方面其實是不一定的。 我覺得更加重要就是看青少年需要些什麼。 而我覺得, 既然是這樣的話, 去到後場開始, 隔方就帶出一個東西, 或者是, 大家都面對著, 所有現今香港青少年都面對著一個處境。 例如, 就是, 現今香港青少年一定每個人都想讀書的, 但是可能有人想出來, 快點就業的, 或者可能做一些跟錯業無關的東西。 但是, 面對著一個, 同樣面對著的情況就是, 現今香港這個困局。 而面對著這個困局的時候, 究竟哪個司審能夠更加幫助到現在的青少年? 就是, 這個類似去到正方議庫, 正方議庫和正方結變的時候, 就會開始帶出來的一種感覺, 正方是有帶出來的一種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能夠對應現今香港青少年面對著的問題。 就是, 他們解決不了現在社會上的一些東西。 所以, 以至於他們, 隔方就可能會說, 道家師長就是幫助他們去, 可能就是看開一些, 不要只是埋頭在這個社會上, 其實你都可能要顧牌自己, 或者顧牌周圍的東西。 以至於你就是, 可以去, 就好像你們這樣說, 就可能跟自然, 跟大自然這樣的結合, 雖然不太清楚的意思是怎樣的, 但是, 可能就是, 你不要太關注社會, 而是關注身邊更加多的東西。 就是, 自然之下可能有其他事情發生著, 可能你有朋友的, 你有家人的, 但是, 如果你只是集中於社會的話, 你最後帶來的, 可能只會是痛苦。 那這個是隔方說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點, 其實粵方都, 這個是隔方的東西, 但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面, 我覺得粵方都可以再做一個難捏, 因為特別是講瑜伽底下, 是一種異名分立的概念, 就是面對著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時候, 或者面對著一些社會環境的時候, 其實更加要做的就是, 明知你做不到你, 你都依然要去繼續做, 因為就要實踐你心中的那種人德, 或者像你們這樣說, 你們覺得, 現今香港的青少年, 在社會, 現今香港, 儒家就是說, 人在社會底下的定位是什麼, 而至於, 其實儒家都很著重於人, 在社會上面的功能, 或者他們的責任, 或者什麼, 所以, 所以, 所以為什麼, 好像甲方一副有講過的, 本子呢, 就算要不斷地摺留列國, 要跟人在那裡傳他的儒家思想,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很沒用, 或者其實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但這件事其實就是, 儒家一直提出的東西,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就應該要去做這件事, 以至於其實, 因為你不知道, 其實你為什麼得出來的影響是什麼, 可能真的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覺得人就是有道德的東西, 有人就是, 道德這件事十分之重要, 所以你無時無刻, 你就算面對著一些, 改變不到的東西, 你依然要實行有道, 你都要實行道德, 都要做到一個有道德的人, 那這件事變相就是, 令到自己可能是一種, 問心無疾的, 令到自己可以去, 可以去復律自己在社會上面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 就是變相去到後序, 我覺得可能甲方可能會比較上, 突出了一點點, 就是因為他對於這個疫情, 有更加多的展示, 或者更加多的論述, 但粵方就變相, 可能都是不斷地重複, 你要有朋友, 你現在道家就沒有社交了, 或者你要讀書等等, 而沒有可以進一步去看, 在現今香港這個社會下, 青少年究竟如何去自處讀, 就是自處去認識,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比較可惜的一點,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地方如今, 一定有更加好的發揮, 因為你說的是一個積極入世的態度, 你去改變這個社會, 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但是道家可能就是, 好像剛才說, 就是消極一些, 甚至去到隱居的, 要放棄這個社會的, 等等, 那我覺得, 其實, 和一些社會問題, 都可以用一些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可能, 可能敏感一點, 但可能可以說一下, 例如說移民, 移民這些問題都可以想一下, 可能移民就是, 你留在這裏就有責任感, 那你就覺得, 你可能都可以為社會奉獻更加多, 或者即使可能改變到社會, 你都是要按自己的內心, 你覺得這件事好的, 或者你覺得這件事是符合自己的道德, 那你就去做, 那這個就是表現出, 青少年可能有讚的感覺, 而其實我也覺得, 同意, 我也覺得, 粵方有一個取態都很好, 我覺得隔方都可能可以學習一下, 就是粵方有說到, 其實他們沒有反對, 可能他們沒有反對過道家, 這一套的思想有他的有用之處, 就是這個好像是反主, 反主我聽到, 反結好像都有再提到幾次, 就是在說, 其實, 現今香港的精少年, 就是深至未成熟, 所以應該先透過瑜伽, 先去學習道德, 然後可能長大了之後, 那不是一個青少年的時候, 可能再透過道家的思想, 那可能就可以在自己的能力的情況下, 才去進行一種的, 隨心所弱, 要信應自然,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挺好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這個說法是更加能夠 代表現今香港的青少年, 為什麼呢? 就是你可能覺得, 現今香港的青少年, 甚至未成熟, 他們沒有這個本錢, 因為他們沒有知識, 他們不可以在這個, 有這麼大競爭的社會下, 隨心所弱, 所以他們沒有本錢, 沒有知識, 所以就應該先學了道德的東西, 令到自己有這個本錢去, 順應自然, 令到自己有這個本錢去隨心所欲, 去實行道家的思想, 我覺得這個可能, 這個其實是一個挺好聽的一個說法, 就好像, 主編又說過之後, 就好像沒有了, 那, 其實, 隔方都可以想一下, 就是, 其實, 現今香港的青少年, 是不是真的深至未成熟呢? 因為在我眼中, 其實現今, 青少年這件事, 應該都是你去到中學的時候, 就叫做青少年, 或者大學都可能, 都還是叫做青少年的,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 完全地是, 沒有這個, 道德判斷, 或者他們完全是, 不懂得分是非對錯呢? 那其實, 如果他們懂得分的話, 那他們繼續跟隨, 那如果他們懂得分的話, 那儒家思想帶給他們的, 就不是說, 令到他們有道德, 思想又批判, 就是批判私家的能力, 忍耐, 又可能有其他的東西, 但是, 所以他們在說的, 令到青少年有道德, 這個論點, 就不會是, 形容在這條片, 人生上, 那所以, 可能你們就覺得, 儒家思想教道德, 教是非對錯朋友, 小時候已經學, 甚至小朋友的時候, 你去幼稚園, 都已經教你, 你要怎麽對你父母, 你怎麽對你的朋友, 是不是? 那所以, 如果以前已經教到, 那現在更加著重的, 就可能不是說, 教是非對錯, 就可能教你, 要了解自己是什麽, 要按照自己的, 所謂的本心, 那個本性出發, 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這個可能就是, 更加容易去了解自己的, 令到自己香港的青少年, 更加容易去發展出自己的道路, 掌握自己的未來, 就是可能有這些的說法, 我覺得, 都是可以隔方去, 嘗試去論上一下, 那所以我覺得, 講到不來, 我覺得, 最可惜的地方, 或者大家可以再去發展的地方, 就是, 不能是道家思想好, 還是現在思想好, 究竟是某一個進一步去發展, 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東西呢? 而我覺得, 針對著, 這條片在現今香港, 面對著現在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當然可能是, 青少年對於自己, 有些的期望, 或者有些壓力, 以至於可能社會狀況, 令到自己有種的無力感的時候, 究竟這兩種的思想, 是怎樣幫你超脫這個近局, 以至於你是能夠對應萬物, 令到你可以真的做到一個, 在社會上一個好的人, 過一個好的人生呢? 我覺得可以推遠一點, 但是, 雙方都好像未做到這一點, 是的, 那我不是不想彈的, 但是一晚前後面都說了很多, 所以我就, 是的, 我儘量有些什麼就說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雙方都是做得很好, 是的, 就是這麼多, 好, 謝謝三位評判, 是的, 的確是, 一場勢軍力敵的比賽, 所以由分子, 分差, 還有那個最佳辯論員那裡, 都是勢軍力敵的, 好, 正式宣佈賽果, 今場的那個票數, 是1比2, 分差只是12分, 但是最佳辯論員就是, 隔方結辯六項, 是的, 好, 恭喜了, 是的, 第六輪, 結束了, 九月的時候, 就有第七輪, 到時候就精彩了, 決出我們甲月組, 各組的半額貴冠, 好, 那就到這裡了, 好, 謝謝三位評判, 也多謝對賽雙方, 好, 好, Entonces, 請大家多謝, 謝謝,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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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